而在8月8号这一天 花莲理想大地全体的员工们 在复兴节这一天 大家是带着胡子来感谢爸爸的伟大 同时也提供胡子的贴纸给小朋友 为爸爸来带上 并且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复兴节快乐 8月8号复兴节这一天 理想大地住家村 全体员工则是带着扇子型的黑色胡子 象征爸爸对家庭的责任感 同时也感谢全天下的父亲们的辛劳 理想大地住家饭店行销部建立的警员表示 除了全体公司同仁戴上胡子之外 也拿给住室房客来体验一下 为爸爸带上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最近好像有一点小紧张一点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那个胡子呢 在室内工作的同仁 我们一定规定他们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胡子戴在口罩上 那也象征着今天父亲姐跟爸爸自信 那我们一般的顾客看到这个样子的话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对他们觉得蛮有趣的 在父亲姐当天也不忘提醒大家看到胡子 想到爸爸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什么样 这些我有看到这些可能女生的部分 是不是也有贴上了这个胡子 他们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趣味 那也是代表说胡子 然后象征爸爸 那部分男女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同仁都戴上了胡子 房客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也为自己爸爸带上胡子 表达对父亲的感谢 你为什么刚才为什么帮爸爸贴了一个胡子啊 父亲姐 父亲姐哦 那平常爸爸是很凶吗 也不会 那你为什么今天那个 那个有没有跟什么 要跟爸爸说什么 父亲姐快乐 你有给什么礼物给爸爸吗 没有 都没有 还是要跟爸爸抱一下 抱一下 好 妹妹要说什么 爸姐快乐 一年就为了父亲姐 离想大地独家饭店贴心的为旅客服务 共同来为爸爸们祝福 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 不过大家这是好好把握黄金的时刻 那感谢父亲们的辛劳 记得喜欢春风小八道 优币 后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谢谢观看